快出发了 困死了一晚上都没有睡觉 现在就是提着小箱子 准备出发去机场了 出发咯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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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看起来还行 没有那种熬了一晚的疲惫 step 3 you grow hard about what you want to be step 4 f everybody just do your thing wake up today's gonna be a good day wake up today's gonna be a good day wake up today's gonna be a good day wake up wake up today's gonna be a good day 好健康一下才能拔 团队姐还不少吃 玫瑰金 现在点了什么 现在点了什么 现在一个毛血网 一个猪蹄 一个点心天台 要不要点个蔬菜哦 然后还有一个烤鸭 对 烤鸭你想不想吃 还是说想吃小炒 小炒肉什么 烤鸭吧 烤鸭吧 在吃什么好吃的啊 烤鸭 北京烤鸭 但是我不高 这是什么 烤鸭 这个 刚拍你的时候已经见上了 那这个是什么 这个拍你的时候也叫什么 那这个呢 好不好吃啊 两尾干饭 多吃点哈 吃完饭了 吃饱没有 很饱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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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 吃饱饭好 我们回酒店睡了一觉 实在是太累了 一会儿呢 我们就是吃一个叫 叫什么来着 麻辣 哦 麻辣空间的 有烤鱼 然后挖 然后还有烧烤 就很 就听说有烤脑花 但是不一定去了 也不知道 是不是一定会有 但是呢 因为我们刚睡了一觉 然后现在外面下雨了 下雨了 然后我们自己又没有开车 就有点麻烦着出去 然后天也有点快要黑了的感觉 吃饱 到了到了 下午饭 我现在点菜 准备点一条鱼 要吃什么口味呀 这有两个大拇指 我想吃就是开胃一点酸一点 泡椒味 你喜不喜欢吗 可以呀 泡椒味 然后要麻辣小龙虾 好 香 后来店员说烤鱼卖完了 所以我们点了 先上一个小菜 拼盘 饿死了 先开吃吧 这蛙超级大一个 你看 这有 这是一条腿 超大 像鸡腿一样 对吧 这是扇贝 试一下 好吃吗 此时 一位女士 打算自信满满的 展示自己去下线的技能 再表演吃 不一定能吃 刚刚三个里头 有两个 这不行 这个虾不行 这个虾不行 对 好 看 对啊 对啊 哦 虽然没有完全成功 但是看到没有下线的 厉害 厉害 给我的呢 包好了 哇哦 收一下 放盘子里吧 吃的好成居然还有甜品 送的烧鲜炒 哦我在小红书上看到 就是他们说送的这个烧鲜炒很好吃 吃饱喝煮后回酒店了 好了 现在洗漱完了 终于可以休息了 明天就是看床的日子啦 然后早上如果我们起的早的话 我们就可以去点一个沙鲜的外卖 我超级超级超级想吃沙鲜 因为我在国内的时候就特别喜欢吃沙鲜 因为我就喜欢吃那种肉特别少的那种小馄饨 那今天第一天就是这样啦 今天就是这样啦 拜拜 拜拜